而在谢娜的新片发布会上 张杰的名字也被频频提起 近日张杰因为捐款门 被推上风口浪尖 事情的起因是有网友爆料称 张杰的歌迷在多年前 为支持偶像与上腾公司解约 而筹款100万元人民币 替张杰付违约金 张杰当时承诺说 会举行免费演唱会回报歌迷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免费演唱会被张杰抛到了脑后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谢娜拒绝替张杰回应此事 她还避重就轻地 把责任推到了媒体身上 暗示媒体造谣 才导致事情越闹越大 对啊 澄清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有很多我对媒体还有报道 还有一些所谓的规则吧 就是正面力量 正面的新闻传播力并不高 然后编造或者没有 就是这种谣言会点击率 编造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 明星嘛 或者是艺人嘛 或者是只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要去承受它